陈奕涵,欧阳妮妮朝圣SJ进后台会面数十分钟。 欧阳妮妮,又,来看Super Junior演唱会。 图记者林柏年社,2018年4月1日。 南韩夯团Super Junior金一日在小巨蛋展开第二场演唱会,但因为有成员金结束后就要搭机回韩国,所以活动尾声时,七位男孩不想昨天放肆失控,忍住话匣子。 他们提到2011年SJM来台Long Stay,当时粉丝为他们放烟火,周边邻居气的投诉,让他们永生难忘。 而跟东海,始源在2011年合作电视剧《华丽的挑战》的女演员沉迷寒夜现身力挺支持,欧阳妮妮,欧阳弟弟也低调出现。 今演唱会上,粉丝替林柏,师源献上生日姻缘,让两人直呼感动。 神童也提到,来台湾最难忘的就是台湾粉丝的姻缘文化。 笑喊要跟大家合作,结果东海出面致志,不行。 神童是我的,惹笑全场。 他们聊到2011年SJM来台Long Stay,东海开玩笑说要跟粉丝们同居, 也回想当时在公园粉丝也为银河庆生,团准被烟火惊喜。 银河就说,所以那时候有人投诉很吵。 甚至还有人写信给他们,说因为整天跟住他们太累, 希望一人赶快回韩国。 Super Junior演唱会 图记者林柏年社,2018年4月1日 西扯活动吻声依旧改不了搞笑风格, 他说,大家好,我是金西扯,我是34岁,我是歌手也是演员, 家里有四个人,爸爸妈妈子子,我是花花公子。 随后在转正经态度表示,虽然不知道下次来台是何时, 但能一再跟大家面对面打招呼真的很开心, 还提到台湾粉丝是SJ的骄傲, 说真的,因为在韩国上综艺节目时, 我们还是会说,在台湾得几百周的冠军这件事,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。 演唱会尾声时,台湾艺人纪文会, 陈奕涵、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也现身演唱会, 他们一同进后台数十分钟, 问起怎么会来演唱会, 他们则笑而不答。 陈奕涵曾在2011年与东海, 诗园和演电视剧花丽的挑战, 至于欧阳妮妮,欧阳弟弟怎么会来? 应该是欧阳娜娜与诗园2015和拍电影《破风》的关系认识。 欧阳妮妮,红衣,进SJ后台, 图记者陈雅兰社, 2018年4月1日。